音乐 流量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表 那当然它的重要性就我的感觉 我觉得它仅次于 当然我觉得它会比权益变动表来得重要 因为它能够传达的讯息 在现金流量表里头传达的讯息会很多 那除了比这个资产权益变动表 或者是保留预算表来的重要 就是说它的重要性之外 其实我觉得它甚至可以比损益表还要来的重要 因为我说了损益表只是告诉我赚了 我的收入减掉我的费用成本之后的这个净利是多少 但是很重要一家公司是要知道 它到底有多少现金可以用 所以现金的表达或者是现金的分析 其实就一个企业的实质面来说是更重要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我们再开始讲 企业的经营一定要有什么 要分工 那我也提过说 如果一个公司在讲内部控制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如果公司只有两个人 一个老板一个员工 谁管钱谁管账 还记得吗 我说假设一个公司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的话 那钱谁管 账谁管 我上次应该有提过 大家还记得吗 谁管钱 没吃早饭的给点声音吧 好 公司只有两个员工 一个 所以呢 假设我们有两份工作 一个是管钱 一个是管账 那这两个 哪一个 管钱是谁 管账的会是谁 会是比较好的安排 老板管账 好 那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看法 那个 对不起 因为我们在发考卷没有点名 所以我向来 同学的名字 说实在的 很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记起来 好 除非你们的 点名单上面呢 就是我们有每个人同同学的照片 要不然我就没办法对 好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吗 范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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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名字我是记得我念过 只为人都对不起来就是 好 凯杰说呢 老板管账 老板管钱 好 现在有两个声音 一个是老板管账 一个是老板管钱 好 有没有其他的 美竹 你认为呢 老板要管钱 还是管账 管钱 好 那 你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老板要管钱吗 因为他感冒了 不要让他讲太多话好了 蛤 不知道 直觉 好 孝萱呢 老板要管钱还是管账 蛤 管账 好 所以2比2咯 好 为什么你觉得老板要管账 感觉 你说MBA的总冠军会是谁 感觉 因为还没开始打 好 好 还有没有谁其他有 就刚好2比2 好 然后给的答案 为什么选这个 大概都是直觉 感觉 好 宋在映呢 你认为呢 老板要管钱还是管账 你听懂我的问题吗 不懂 不懂你还坐那么远 就那么远 我就看不到你的眼神 我就不知道你懂还是不懂 所以你如果坐近一点 跟我眼神交会 也许你会懂我的意思 在问什么 好 好 如果说账不对的话 账不对的话 之后再改的话 钱如果不对的话 那就麻烦 好 没错 老板要管钱 好 为什么 就刚刚博焱也讲了 我账错了可以改呀 虽然会计账是很重要的 因为从会计账里头 可以去了解一家公司的损益结果 那从我的会计的记录里面 如果记录的够详细 够详实 我可以知道公司为什么没赚钱 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赚得更多 也就是我可以做 去从会计的记录里头 去找到我的管理的着力点 好 会计账很重要 但是 会计账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错了没关系 可以改 但是钱 没办法 你付错了 你被人家盗领了 你被人家 被员工卷那个什么 捐款 那个 捐款 捐款逃走了 跑掉了 你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啊 好 这两天不是 前两天才一个 我不知道王佑珍 你知不知道 这一个 这一号人物 反正是东升集团的吧 他是不是东升集团 反正总而言之 他之前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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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捐款 太极 是不是啊 他就是跟银行借了很多钱之后 然后就跑掉了 好 那 这个很多的债权人呢 其实他 新闻上又讲说 他有很多的诉讼案件 有很多债权人还在告他 但是他走了 死了 就一笔勾销了 所以钱你拿不回来就拿不回来 好 尤其如果他的子女去申请那个抛弃继承 他抛弃继承的话 那债权人就 他不管他的儿女都有钱 他也不能跟他要 因为他抛弃继承 好 所以钱很重要 虽然账可以传达很多的讯息 但是账做错了 不会要你的命 也不会杀头 好 也不会把你 理论上 如果你不是恶意的话 也不会把你抓去关 好 不会有刑法的刑事的责任 好 但是钱呢 不见了就是不见了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时候讲 这个在讲 现金的时候 就会把内部控制放在一起讲 好 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愿意 讲这个用意是一则 是一点拖时间 等多一点的人来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要 也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 现金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现金流量表 它是 在我的认为 我的看法里面 我觉得 它的重要性 不亚于 这个损益表 好 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有去谈 现金流量表呢 就是要去弥补 损益表的不足 为什么损益表的报导 是不完整的呢 不 就是 它有不充分的地方呢 因为损益表 是以印记基础来做的 那印记基础 我只是说我该收到钱 我该付钱 我有没有收到钱 我有没有付钱 其实在损益表里头 看不出来 所以我要从现金流量表 去找到答案 或者是去做这样的 进一步的了解 我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了 我今年的钱多出来了 为什么多了 好 这个就是 那因为钱少了 不是一件坏事情 我就所谓的钱少是 期初跟期末来比较 期末的钱比期初少 少了 那表示 这家公司经营有问题吗 多了 就表示这家公司经营 没有问题吗 完全不是 从现金的多寡 增减多寡来判断 这家公司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从了损益表里头 知道它公司赚不赚钱之外 我还要知道 从现金流量表里头 知道这家公司的钱 是 花在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今年的钱来的 进来的比较多 为什么期末的现金比较多 原因在哪里 好 那从这些的判 从这些分析里头 我就可以知道 那这些 这个的情形发生 是对公司好还是不好 或者也不能说好还是不好 对公司未来 怎么样去做它的很多的判断 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编 现金流量表 好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先提 为什么要编现金流量表 好 现金流量表 第一个是在弥补 现金流量表的报道的不完整 那第二个 我们也谈到现金流量表 它的编表的材料 好 我们的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我们要编这个表 我们的资料来源来自哪里 账册 会计账册 会计账册 我会计账册里面的分类账 说现金有多少 分类账上面说我的销货凶入有多少 我的薪资费用有多少 所以我从会计账册里头可以知道 就是可以得到我要编这些表 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的资料 但是我编现金流量表呢 就完全不是来自于我的会计账册 而是来自于报表 所以我从报表里面去分析出来的 所以我的报表需要哪些报表 才能够做我的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呢 三个报表 三个报表 其中有一个报表是前后期来的 所以叫做比较资产负债表 期初跟期末的资产负债表 去做比较来了解它的增减变化 第三个报表就是当期的损益表 好 所以我编现金流量表 我的材料 我的资料来源是从报表来的 那除了这个报表来之外呢 我还有一些补充的资料 但是这些补充资料 也不是从它的会计账来的 好 所以它不是从会计账来的资料去编表的 而是从已经编好的三个报表里面 去找到我要编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好 那当然还有一些补充的资料 好 因为没有这些补充的资料 我可能只能就它的变动里头做一个 出估 就是它的一个大假设而已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补充的资料 可能我就更清楚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编现金流量表 所需要的资料 编资料的来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接下来谈 这是我们从刚才第一个 为什么现金流量表要编制 第二个 我怎么去编现金流量表 我编现金流量表需要什么东西 好 我的哪些资料才能够来编 第三个 我编表的方式 我怎么编表 好 那这个就进入我们编报表的一个内容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编报表的时候呢 我们把所有 所以现金流量表是在一个企业 在某一个会计期间 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 我只要有付钱有收钱 就是跟现金有关系的 那这些交易 我哈布隆都把它汇总在一起 那通通放在一起 我怎么看呢 所有东西都丢在一起 我怎么看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怎么 去分类 把它跟现金交易有关系的 分成三大类 好 第一个 是来自营业活动的 好 cash flow 好 现金流量 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好 这是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好 然后再来来自呢 cash flow from 投资investing 投资活动的现金 第三个就是什么 投资活动的现金 好 我们上个礼拜 只先讲到这三个 也就是说 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通通要把它丢在我的现金流量表 但是我在边信流量表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丢在那边 我要怎么看呢 所以我要把资料就把它分类 好 把它跟营业活动有关系的放在一起 投资活动有关系放在一起 跟筹资活动有关系的放在一起 所以把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全部分成这三大类 好 那我们先来解释 什么是投资活动 什么是筹资活动 投资活动呢 我们第十二章讲 所有跟第十二章讲的内容有关系的 当然是我的投资活动 第十二章就是investment嘛 就是投资活动 一样啊 但是呢 我们这边的投资活动 除了我们第十二章讲的 我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之外 其实一个公司 他买机器设备 买办公设备 他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 买了机器 他就可以什么 生产产品 生产了产品以后 他才可以卖 卖了以后才会赚钱 卖价高于他的生产产品 他就会赚 所以我买这个机器设备 其实就是一个投资的行为 好 只是我的投资的行为 是借由我的营业来的获利 好 但是我买机器设备 这个本身的动作 我们就叫做投资 那我买这个机器设备 我有买就有可能卖啊 就像我的投资 我有可能买股票 我买了以后 我也可以卖啊 所以我就会有现金的流进 跟流出 我买进来 但没有特别讲 我就要说 我就要认为他是付现金了 我卖了 他如果没有特别告诉我 还没收到钱 我就认为我收到现金了 所以为什么要有补充资料 如果说我卖了土地 可是对方开给我一个灾据 开给我三年期的票据 我收到钱没有 我卖了土地 然后对方还没有给我现金 开了一张票 三年期的票据 所以他跟现金有没有关系 没有啊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啊 好 还没收到钱 就不用编在这里面啊 因为我们说了 跟现金直接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告诉我说 他有一张票据 印售票据 是因为卖土地来的 我就不知道啊 好 所以为什么要有些补充资料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如果没有这些补充资料 我们就认为我卖了土地 收到钱 如果他没有给你补充资料 我们原则上是认为 我卖了东西我就收到钱 我买了东西就是付钱 好 那有些补充资料就是要告诉我说 我虽然买了东西进来 但是我还没付钱 所以他就不算是什么 不在我的现金流量表 这三大分类的底下 好 所以我们说投资活动 从他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来分析 属于非流动资产的变动 期初期末 我们说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两期前后期 所以比较资产负债表 所以期初跟期末 非流动资产的变动 或者是流动资产里面 有什么 trading security的投资 或者是non-trading 但是它是属于什么 流动资产的投资 我们讲了 它叫做投资 当然是算是investing 好 那这是从他比较资产负债表里头的变动 可以找出来 你的投资当年度的变动的情形 好 变多了 假设去买 变少了 假设卖 变多了 假设我买 没有特别告诉我 有没有付钱 我就认为它是付钱了 好 如果变少了 它没有告诉我 没有收到钱 我就认为我 少了就是卖掉 卖掉就是收到钱 好 所以这是先从它的 比较资产负债表里去看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呢 financing activity 筹资活动 也是从它的比较资产负债表里面去看 流动 非流动负债 跟它的权益的变动 筹资 一个公司的资金来源 我们说的基本上就两个嘛 一个是什么 股东的投资嘛 一个就是什么 借钱啊 好 那 非流动负债 当然是借钱而来的 好 长期负债都是借钱来的 所以它当然是算是筹资活动 股东权益的变动 当然也是算是筹资活动 好 但是如果我的流动负债里面 有告诉你是什么 short term loan 短期借款 它已经告诉你是借款了 那当然也是算什么 financing activity 当然也是算是 所谓的筹资活动 那为什么我先 虽然我的顺序是这样子 但是我先从这两个来解释的 原因是告诉你说 当你发生的交易 跟现金有关系 你只要先去判断 跟投资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属于投资 不是 是不是属于融投资 不是 那一定就是什么 营业活动 我只要把 所有发生跟交易 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只要我确定它不是投资活动 它不是筹资活动 就归类为营业活动 比如说 好 比如说 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有一个什么 应付赔偿款 好 我跟人家发生诉讼了 然后我败诉了 所以要付款 要还人 就是要赔人家钱嘛 那我要赔人家钱 我还没有赔之前 我还没有付钱之前 我就要应付 但是这个应付赔偿款 当然它还没付钱 假设我有一部分付了 有一部分没付了 假设是这样好了 好 那我的赔偿款 到底算什么 它算是投资吗 不是啊 我跟人家发生诉讼 发生我要赔人家钱 这跟我投资没关系啊 正常来讲 我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 有报导出一个案例 就某一个人 专门就跟人家打官司 因为他就是 专门靠打官司去赚钱 那是后来很多人就发现了 所以这个是例外的情形 所以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正常的营业 不会以打官司来他 或当做他的一个收入来源 我刚才讲那是特例 所以一般来讲不会是这样 那我跟人家打官司 发生的 假设说我跟人家打官司 发生了一些赔偿 好 那到底算 好 到底算 投资活动吗 不是啊 我的营业 我的投资项目里面 我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投资啊 那既然我是赔人家钱 当然是不是筹资活动 筹资是我跟人家借钱 还人家钱 发行股票 买回股票 这个叫筹资 所以他完全不是啊 所以我说你先去确认 这个交易是属于投资 还是属于筹资 如果都不是 就把它放在营业活动 所以刚刚讲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买卖 电器的 家电业的买卖 好 那我跟人家发生诉讼了 那发生诉讼 所发生的赔偿款 它就算什么 营业活动 好 所以我刚刚讲 为什么 我只是在讲说 为什么 我在解释的时候 先从下面这两个去解释它 原因就是 只要不是这个 不是筹资活动 全部就算是营业活动 所以营业活动 如果我们从刚刚的 投资跟筹资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我的比较资产负债表里面 流动资产扣除投资之外 流动负债扣除短期借款之外 全部都算是营业活动而来的变动 好 所以我们从比较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从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先去分析出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原则上都是什么 营业活动 除非我的流动资产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 Trading Security 或者是Trading Investment 或者是我的流动资产里面有一个 Non-Trading 或者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或Available for Sale Investment 都可以 但是他已经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 投资 所以他当然是算Invest 流动资产里面 如果流动负债里面已经有告诉你 有个短期借款了 他已经告诉你一个借款了 毫无疑问的 虽然是算流动负债 可是因为他告诉你是一个借款 他当然是属于什么 Financing 好 这些你把它搞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都讲了半天 我们跟资产负债表 都用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的损益表干嘛用呢 干嘛用呢 好 我们要去谈损益表里面 大概是我们说损益表是什么 一个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的 经营成果的汇总 我们来编损益表 切实经营 当然是跟什么 跟营业活动有关系了 好 所以损益表 其实它主要是因为 损益表主要是什么 跟营业活动是有关系的 好 当然损益表有一些的资料 跟营业活动没关系 但是90%的资料 是跟营业活动有关系的 所以损益表用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损益表就是 主要是在分析营业活动 好 营业活动里头 我说我运收账款 期初比期末 应该讲期末比期初还多 那代表什么 我要从我的损益表里面的 跟销货收入有关系来判断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在讲 在我们在谈会计课目的使用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主要营业行为所产生的债权 我才可以叫应收 好 跟我的营业行为有关系的债权 我才叫应收 如果我是家电经销商 我卖了我的土地 土地 我买卖土地不是我的营业项目 因为我刚讲我是家电经销商 我是卖冷气 卖电冰箱 卖洗衣机 卖什么 家电是我的营业项目 但是土地不是啊 不动产不是啊 所以我卖土地 它不是我的主要营业行为 所以我卖了土地 买方还没有付钱 我不能叫做应收账款 我要叫做应收土地款 就把它跟应收账款是区分开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叫应收账款就跟 我们在做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定 它是跟营业活动有关系的 那我卖土地 我已经刚讲了 我是家电经销商 卖土地本来就不是我的营业行为 所以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我的 营业活动的现金变动 好 所以我当时就告诉大家说 你的会计科目的使用要很小心 虽然一样是表示这是一个资产 应付账款也是一样 一样表示一个负债 但是你的科目的使用会影响你后续的会计处理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甚至我在做财务报表分析 我们下一张在谈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就会用到 不用再来一张 我们在讲 如果在讲应收账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提过 应收账款周转率 从应收账款周转率我去算我的账款收限天数 我存货也要去算存货销售天数 所以我的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存货的销售天数 合起来叫做我的营业周期 好 这是毛 还没有算是 营业周期的静天数 这是一个算法 还有一个营业周期静天数的算法 那就跟应付账款有关系的 好 所以这是科目的使用会影响我后续 在做很多的会计处理的一个计算 或者是它的运用分析 好 所以我说 当你使用这会计科目的时候要很小心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说 我把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这年度 这个会计期间 跟这个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全部放在现金流量表来编 那这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我要把它分成这三大类 好 所以我们编表的内容格式 有分成这三个 那我编表的方法 好 又有方法 一开始我说 为什么要编现金流量表 第二个 我编现金流量表 需要什么资料 第三个 我编表的时候的格式 好 有什么格式 分成这三个 就是把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交易 把它分成这三类 就是它的格式 第四个我谈 我编表的方法 还有方法 方法呢 其实只有 这个营业活动才有 不同的方法 投资跟筹资 没有什么叫做方法的 只有营业活动 我的编表方法有两个 一个叫做 直 间接法 因为课本先讲 间接法 in direct 另外一个呢 就是 直接法 一个是间接法 只有 请你记得 只有营业活动才有分这两个方法 投资跟筹资 没有 好 那课本上面呢 其实我记得我看过我们的财务会计准则的公报 财务会计公报里面 它其实是比较prefer 就建议大家编表的时候是 财 直接法 好 但是呢 课本上举的例子都是间接法 那你去看上市规公司 它公布 最近一定很多 很多家公司在 那个 股东大会 那股东大会它一定要什么 它的财务报表经过那个董事会认可之后 它一定要到什么 股东大会去追认 要经过股东大会追认完成之后 这个财务报表才算结束了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人家股东大会的话 你应该就会看到它的给 那个在会场上面会公布它的报表资料 那你去看它报表资料的现金流量表 都采取直接法 好 课本上面也先讲直接法 对不起 对不起 都讲先讲间接法 附录才讲直接法 好 那所以我就按照课本从善如流 不用你们去翻附录 我们先从这个地方 我只是说 我看到我们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里面 底头其实是比较建议 大家编表的方式是直接法编 但是坊间看到的大概都是间接法 在编表方式 好 所以我就从间接法开始讲 然后呢 课本上面给的例子也是间接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先看一下间接法怎么编 间接法在编表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 先把损意表拿出来看 也就是说什么叫间接法 间接法就是从损意表的结果里面 我先把它剔除掉某一些 跟现金没有关系的 跟营业活动没有关系的 把它剔除掉 所以我们去做调整 好 所以间接法 第一个动作就是先从损意表的结果开始做 好 那损意表里面呢 我们先看到损意表是不是叫本期损意 好 本期损意 请你记得 未来如果你看到 它说净利 它没有讲税前净利 请你记得 它就是税后净利 所以一样 好 所以我们在谈本期损意也是一样 它是税后的损意结果 从损意表里面 我们去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讲到综合损意表 所以大家现在只学到一个 所谓的损意表而已 损意表你去看到最后的结果 就本期损意 那本期损意找出来以后 你先把它放进来 放在营业活动的第一个项目了 好 第一个编表的项目了 接下来 好 从损意表里头去找一些资料 先把它剔除掉 先找第一个 损意表里面有一些的交易 写在上面的 它是跟营业活动没关系 比如说 我出售债券 我出售我的投资的损益 记得吗 我们再讲第十二章 如果你是trading 投资 trading的investment 然后呢 你期末是不是要做评价 评价你有一个unrealized 未实现损益 未实现损益 我们当时有讲你是trading的话 你的未实现损益的评价结果是放在什么 损益表里面 影响当期损益 那这个已经告诉你 所以它已经放在损益表 如果我是unrealized lows 未实现损失 你会放在损益表是一个简象 可是 未实现的投资损失 这是属于投资 它不是我的营业活动 所以我要把它调整掉 损益表里面去找到 这些项目 这些交易的发生 跟公司的营业活动无关 把它剔除掉 这是第一个 好 间接法 先从损益表开始 把损益表里头 不属于营业活动的项目 剔除 第二个 损益表里面有一些的 费用 收入 是明显跟现金无关 比如说 你损益表里头有折旧费用吧 最典型的 折旧费用 你有发生这个费用的时候 你有没有付钱 想想看 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我是借折旧费用 带累计折旧 所以跟钱无关 所以我就把它剔除掉 这个费用 我没付钱 除了折旧费用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没有一个 还有没有 损益表里面的折旧费用 不代表 不是不代表 折旧费用 我没有付现金 所以没有支出这个现金 所以我要把它剔除掉 因为它跟现金活动无关 还有没有 损益表里面还有没有 品轩呢 有没有 损益表想想看嘛 损益表有哪些东西嘛 我已经给你一个方向了 我们可以从费用面去想 哪些费用是不涉及现金付出的 但是我承认为费用的 你去想它原始的分路长怎么样子 就知道了 益心要不要揪揪它 都没有吗 因为我实在其实不太希望说你们只有一听 听听听听到最后你会想睡觉 然后你会恍神 所以我比较希望说你跟着我的讲的内容 你慢慢去自己去思考 就是你要脑筋要动啦 要不然的话你听完就等于没听到一样 所以去想想看 什么样的损益表里面 除了折旧费用 是没有付现金之外 我说了 我已经告诉你 你从它这个分路发生的时候 你的代方有没有写现金 代方有没有写现金来判断 有没有付现金 好 有没有谁可以讲 应付账款 损益表里头有应付账款吗 我说损益表里面 你承认的收入费用 没有付钱也没有收钱的 有没有 家萱呢 不好意思 因为我认识这几位同学的名字 想安先跟我摇头 因为她知道 我接下来就要问她了 好 里面谁可以讲一下 损益表里面 还有什么科目的发生 好 我说你从废右面去想 你是交易发生的时候 你只要想 你是借什么费用 但是我代方没有贷现金 没有贷现金 还有什么科目 真的大家都想不出来 有没有人资约 梁艳蓉嘛 你叫什么艳蓉嘛 还是艳什么 艳蓉对嘛 好 有没有 有没有想到 没有 好伯彦 就只好求你了 求救于你了 消货成本 蛤 消货成本 消货成本 不算哦 你消货成本你是买存货以后才卖掉嘛 你买存货要不要付钱 所以消货成本不能代表 我买存货不是会先有应付账号 可是你还是会付钱啊 但有可能啊 但是他有可能直接付钱啊 或者是在这段时间我起初买了 我今年到今年年底都没付钱吗 不会啊 你说你这个 你可以直接付现金啊 你借存货 贷现金可以啊 不是完全不会发生这样的交易啊 利息费用原则上也是借利息费用带现金啊 期末调整才会借利息费用带应付利息啊 可是我有没有可能借利息费用带现金 有啊 对啊 所以很多科目都跟现金有关系啊 呆账费用 你承认呆账的时候是借呆账带背底呆账 对吧 是啊 所以原则上呆账费用这个费用发生 我有付钱吗 没有 还有一个费用 我们也之前讲过的 折旧刚讲过了 折旧费用呆账费用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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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重复费用面去想 产品保证费用 我们期末调整的时候是不是借产品保证费用 带估计产品保证费债 好 这个费用的发生我都没有带现金 所以我们先从损益表里面把这些科目先剔除掉 好 因为原来这些分录我写的时候 然后我都不是写带现金 好 所以第一个 损益表里面 不设计 不属于营业活动的先剔除 比如说刚提到的 好 产生这个 呆账费用 折旧费用 产品保证费用 这个三个科目 至少我们都是期末调整的时候产生的科目 好 所以这个三个先剔除掉 好 然后呢 这个不涉及现金的交易 对不起 我刚讲到是不属于营业活动的 好 比如说我卖投资的未实现 我卖机器设备的未实现 或者是我 提前产还负债产生的 提前输回损益 这个都跟什么 营业活动无关 好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找出损益表里头 它这些交易是跟 没有直接的现金的流出 流入的 流出我们刚讲 费用 我承认费用 我没有带现金 那我收入面 我承认这个收入 但是我没有收到现金的 最典型的 也是在第十二章讲到的 在权益法之下 大家回忆一下 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我们说什么叫权益法 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变动 而调整 记得吗 什么叫做equity method equity method就是指 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会随着 我有讲那么多话吗 会随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科目 变动而调整 那我们当时有讲 期末 虽然我是权益法之下 期末 也要做调整 但是我不叫平价 因为权益法我是不用管市价 供应价值去做调整的 但是请我要做平 要做调整 因为被投资公司会有损益的结果 他的损益结果 投资公司是根据你的持股比例 去承认投资收益 他赚钱了 你要借投资代记投资收益 好 投资收益 他就是一个收入类的会计科目 但是你承认这个收入的时候 你有借现金吗 没有 我刚刚念了 权益法之下 我承认这个投资收益是借方式 借投资这个科目 我不是借现金 所以损益表里面 如果有投资收益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也是没有收到现金的 也不是属于现金的 跟现金无关系的 收入费用 好 所以损益表里面 我们先 找到这些 交易 跟他的金额 剔除完了之后 调整完 不能讲剔除 调整完了之后 再来做 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属于营业活动的变动 好 属于营业活动的变动 再来做调整 这个叫做间接法 好 那讲了半天呢 到底怎么做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好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 课本上给我们的这个例子呢 其实我比较想 直接从我的什么 从我们的660页的 课本上面已经有个例子好了 好 这个 请你看一下呢 我要编制现金流量表 我们讲从651页开始 好 651页开始 它前面呢 先是讲 也一部分一部分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651页 好我们怎么去编我的 现金流量表 好我们说 我编现金流量表 需要三个表 请你看651页的 illustration 13-5 它给你2017年的期初 以及2017年的期末 2017年的期初 就是这里写的 2016年的年底 好 2016年的年底 就是2017年的期初 那2017年的期末 就是它的期末了嘛 好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是不是有两个 报表了 比较的资产负债表 再来看一下652页 它的illustration 13-5 有一个income statement 损益表 好 所以我需要这三个报表 加 请你看一下呢 也在652页 有additional information 2017年的其他补充资料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资料 第一个 折旧费用 好 它是呢 它有6000块 那是什么 有6000块是跟 呃 是整合来的 好 有6000块是属于 呃 建筑物 然后有3000块是属于什么 设备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income statement 里面是不是有个折旧费用9000 对照一下 它告诉你说 这9000呢 有6000是属于建筑物 有3000是属于什么 equipment 然后再来第二点 那公司呢 有一个旧的设备 账面金额是7000 这个呢 成本是8000 减掉它的累计则就1000 好 所以它的账面金额是7000 但是它把它卖掉 处分了 它拿到现金4000块 所以你可以看 账面金额7000 但是我卖掉只拿到4000 所以理论上 不是理论上 实际上 我在损益表里面 会承认 出售损失3000 好我们去看一下 我的income statement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Loads on Disposal Plain Access 3000 有没有看到 我的income statement里面就有了 好 然后再来第三个 我发行11万的long term bonds 好长期债券 好然后呢 直接来交换土地 好 我发行债券 理论上我要收到钱 对不对 我买土地理论上要付钱 对不对 它告诉你 你取得土地没有付钱 你发行这个债券呢 也没有收到钱 原因是什么 你是一个什么 一个change 我跟地主说我给他债券 他给我土地 所以这个交易 有没有现金的进出 没有 好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投资活动 虽然它是一个投资活动 但是它没有直接涉及到 现金的进跟出 所以它不会放在这里 不会放在这里 但是对公司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交易啊 所以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除了这三类交易之外 我们还有个note 我们要揭露什么 揭露 揭露 non-cash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y 也就是说 跟现金无关系的 投资筹资活动 这个就是啦 我发行债券是筹资 我取的土地 购买土地是我的什么 投资 所以 但是这个交易 没有现金的进出 所以它不会放在这里 cash flow from investing cash flow from financing 不会放在这里 我会放这样 non-cash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y 好 就是我会有个note 会有个揭露这个事情 所以第三点 就是我要揭露的 那不算是我的投资的现金流出 或投资的现金的流入 没有 那第四个 它说呢 我的建筑物的成本12万 好 它是呢 付现金买了 那我的设备呢 成本是25000 他用现金买了 所以表示他当年度的 投那个 非流动资产是有变动的 先告诉你了 有些的变动是跟现金没关系 土地增加 我没有付钱 好 但是我的建筑物增加 我的equipment增加 我是有付钱的 好 这个揭露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呢 做公司发行了3 2万块 就发行普通股 取得2万块的现金 再来公司呢 decair宣告 还有支付2万9千的现金股利 好 所以这些补充资料 我也都要看完 好 都要把它看过以后 我才开始左手编 我的现金流量表